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無敵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是一個即便第一次來東京自由行也可以安排的行程 從東京到蓮艙大概要一個小時 我們大概早上八點左右到蓮艙 先來吃個早餐吧 一日之際在雨晨 由於是旅遊時的早餐千萬不能馬虎 朝食物Kobakaba提供了健康好吃的日式早餐 聖誕使用的有機蛋 你看打在五穀米上面的顏色就知道多漂亮啦 加上一點點的醬油 就變成日本人常吃的早餐 TKG 聖誕拌飯 在這裡體驗日本人的早餐文化真的很不賴 吃完早餐大概八點半 上午到中午的行程我們著重在拜訪歷史文物上 我們首先坐一站到北蓮艙車站 這一區是鮑勃認為蓮艙最充滿歷史氣息的地方 大家可以拜訪這裡最知名的幾個寺廟 明月月的本堂有一扇知名的窗戶 不同的季節的植物會讓窗戶呈現不同的景致 也可以在庭院走走看看自然景色 建長寺開創於西元一二五五年左右 開山時組為南宋來日本紅髮的藍溪道龍 開創日本殘中大絕派 寺廟內有高2.1公尺的國寶泛鐘 也有許多國家的重要化財 推薦大家到德月樓坐著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日本庭院風景 離開建長寺我們徒步十分鐘左右來到賀岡八番宮 這裡是西元1063年由元賴以由京都的石清水八番宮 勸起至尤比兵 然後於西元的1180年由將軍元賴朝 將其移植縣址 並駕以擴建 成為日後蓮艙幕府時期的中心 這裡腹地非常廣闊 在這裡花個半個小時左右走走 離開賀岡八番宮也回到蓮艙車站附近 現在時間大概十點半 我們可以徒步走到旁邊的小丁通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長300公尺 共有200家商店 如果肚子有點餓的話 可以在那邊買點小吃 或是買點紀念品 孝敬朋友或家人 如果腳有點酸的話 也可以走到車站附近一家超有特色的星巴克 稍坐休息 這裡原本是日本漫畫家橫山隆一的宅底秀姬 而星巴克就依照當時的母堤所設計 外觀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平房 雖低調但不會平庸 進到店內就會發現充滿星巴克店內常出現的木質調設計 空間感非常的十足 天花板很高 然後座位跟座位的間距還蠻廣的 天花板的玻璃還會讓光透進來室內 感覺還蠻溫馨的 另外也有去販賣Starbucks Reserve的咖啡 如果想要稍稍享受一下 可以試試看這裡的咖啡唷 店內很漂亮以外 但店外才是整間店的highlight 看著附游泳池的庭園 有一種自己是有錢人 然後在自家後院泡個咖啡的錯覺 真是一個美麗的錯覺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江之店的行程囉 第一站先到尤比冰站 下車走路兩分鐘 我們來享用今天的中餐 松原安 這裡是古名家改建成的百名店 牆外面餐廳 在室外或室內用餐都是一種享受 中餐有2000元日幣 以及4500塊日幣的套餐 推薦直接吃4500塊日幣的套餐 可以吃到奧華吃得飽 前菜有七種不同的小菜 烤鴨肉 以天婦羅 飲品 蕎麥使用嚴選的蕎麥粉 人類所吃到的麵 都是當日製作出來的28蕎麥 就是以8比2的比例 添加蕎麥粉跟麵粉 麵條不容易短 滑溜有韌性 吃起來非常順口 吃完蕎麥麵之後 還有好吃的甜點當結尾 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大概至下午1點左右 我們搭乘一站 或是走路10分鐘 來到蓮艙這區的大景點高德院 高德院裡面最有名的文物 就是鼎鼎有名的國寶蓮艙大佛 總高度為13公尺 重量約121噸 大約戲院13世紀建造完成 是蓮艙時代的代表作品 非常歷史意義 離開大佛大概下午2點 我們下午的行程 就著重到美美的海景上吧 我們搭乘幾站 來到七里兵站 下車後走個幾分鐘 就來到海灘 這裡的無敵海景真的美美的 推薦坐在這裡的Pacific Drive-In休息一下 肚子很餓的人可以吃一點東西 不餓的人可以喝點飲料看海景 店內用餐或店外邊曬太陽邊出海風都不賴 餐點是曾經在夏威夷名店 Diamond Head Market & Grill 當然過滅點師 君 Nakamura所堅修 確保餐點吃起來貼近夏威夷當地的風格 飲料也是五顏六色非常繽紛 喜歡美式濃郁甜蜜的飲料的螞蟻人 絕對要點他們的巧克力花生飲品 Ono Ono Shake 現在時間大概是三點半 我們前往大景點江之島 如果喜歡灌籃高手 前往江之島之前 可以在鐮艙高校站下車拍攝動畫OP的電車加海景 到達江之島了 簡單來說這裡是一個周長四公里 標高60米的露連島 我們順著長橋往前走 然後跟富士山打個招呼之後 來到江之島的島上 首先迎面而來就是通往江之島變彩天 仲劍師通有兩百年歷史的青銅鳥居 江之島變彩天仲劍師通 算連接江島神社的表餐道商店街 一路上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店跟土產店 接下來我們通過江島神社的玉神門 銳心門 外觀是模擬龍宮城所設計的 充滿著日本神話的美感 接著往上走 我們可以參拜知名的江島神社 這個神社主要供奉宗向三女神 分成奧金宮 中金宮 以及邊金宮 三者統稱江島大神 可以利用爬山劍行的方式參拜這些神社 如果角力不是很好的話 也可以搭乘去付費的電腹梯 輕鬆的拜訪這裡 如果想要跟另外一半感情順利 可以拜訪獵人之秋 在龍鏈之中敲一下鐘之後 把掛索放在牆壁上 做你們感情長長久久 大概在江之島的至高點之處 是一個看好了區域 想要無遮蔽的全景 可以登上展望台燈塔 C Candle 一路往下降我們到了江之島的另外一邊 島的西南方的治兒之淵 是一個海池台地 是神奈川縣的50個美景的其中之一 天氣好了大白天來這邊看海景很棒 還可以順道觀賞遠方的富士山 夕陽西下的時候也是浪漫 在這裡當然是江之島最後一站吧 回程可以順著原本的路往回爬 也可以利用搭船的方式回到本島 短段幾分鐘的船程不大大也省下很多時間 也是一個看風景放空的好機會 爬完了浪漫的江之島 就用一個浪漫的晚餐結束這個行程吧 該在海灘邊的GARB 是一個義大利料理餐廳 在江之島這一帶非常的知名 店內大概有200個位置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不需要排隊的 食材使用了江之島的新鮮海鮮 以及香南的新鮮蔬菜 有各種不同的小菜 披薩 意大利麵等等的Menu可以選擇 以合理的價位讓你吃的薄薄薄 位於長野縣的清井澤 是東京人的度假聖地之一 紅葉 雪景 美食 購物 應有盡有 而且距離東京搭乘的新幹線 只需要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即可到達 兩天一夜有首選 但如果來東京貼樹不多 又想要去個近郊晃晃的話 一日有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來一場精彩的清井澤一日遊吧 由於包不是分開兩次取材 所以影片中有秋天的紅葉 跟冬天的雪景可以觀賞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這兩個季節的不同 我們大概早上9點來到清井澤展 先散步個25分鐘左右來到雲場池 這裡有別名天鵝湖 是一個狹長的人工湖泊 景色十分的優美 測試隨著世氣變化不同顏色的景觀 建議大家繞著湖畔慢慢走一圈 逛完雲場池現在大概10點半 我們繼續走個20分鐘左右 來到了清井澤營作商店會 這裡如Outlet一樣 是清井澤知名的購物區域 明年大約有好幾百萬人拜訪這個商店街 見證了大政時代至今 這100年間清井澤變成觀光聖地的歷史 可以在這裡買一些圖產跟紀念品 大家也可以走到Shaw紀念禮拜堂 拜訪超過120年歷史的教堂 剛剛走了那麼多路 讓腳休息一下如何 我們從商店街走個10分鐘左右 來到十分有歷史意義 以及國際知名度的萬瓶飯店 這裡於明治27年 西元1894年開業 如果天氣沒有很冷的話 我們就在Cafeteras用個茶以及茶點 或是輕食稍微衝擊一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 我們搭乘計程車大概5分鐘的車程 或是徒步30分鐘左右回到清井澤車站 我們搭乘一站 前往中清井澤站 搭乘15分鐘的免費巴士 或是走一約25分鐘 我們來到星野resort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可以體驗的東西可多了 不需要住宿也沒有問題 我們下午的時間就泡在這裡吧 剛剛萬瓶飯店的茶點可能還沒有讓你吃飽 我們到漁樹街小鎮的澤春Bakery 來吃點檢餐 這家店也是2021年的麵包百名店 包伯點的奇似漢堡以及巧克力冰淇淋蛋糕 補充一下元氣 如果沒有很餓的話 我們來吃個甜點也行 湧井農場是2020甜點百名店 每天用農場植送的牛奶 以及當季的蔬菜、水果 製作的義式冰淇淋 這個冰淇淋的濃密程度 真的讓愛吃冰淇淋的包伯大大的驚艷 休息過後現在大概兩點半左右 我們接下來拜訪清井澤最有名的教堂 十字教堂以及高原教堂 由Kendrick Band Kellogg 與1988年設計的十字教堂 絕對可以用獨一無二來稱呼 拱形的部分是用玉柱混凝土製作 然後搭配石牆跟玻璃 在下雪的時候看起來十分的有美感 高原教堂則是有一百年的歷史 特色是紅葉時期的美景 當然下雪的時候也很美囉 可惜這兩個教堂實驗都沒有辦法拍攝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圖片參考 離開教堂後 我們徒步穿過森林 走個幾分鐘來到蜻蜓之湯 這個溫泉位在山腳下 然後有一區非常大的露天溫泉區 冬天看雪景真的很威 這一區結束大概下午四點半 我們搭車回到車站大概下午五點 嘿嘿現在就花了兩個小時 逛一下王子飯店的Outlet啦 這裡除了有240家店鋪可以逛以外 大草坪以及晚上的燈飾 很適合來帶小朋友玩耍 不喜歡逛街的也可以在這邊得到充足的休息 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步伐逛街 但記得要好好吃個晚餐喔 我們推薦車站走路15分鐘以內 就可以到的Emboka清景澤 家店清景澤的名店 也是披薩百名店 使用清景澤當地的自然食材製作 披薩當然好吃 當然包伯更驚艷的是他們家的溫野菜拼盤 果然是好山好水的清景澤 所種植出來的野菜真是不得了 我們的清景澤一日遊也在晚餐中結束囉 等等就搭乘新幹線回東京吧 位於利木縣西北部的日光市 雖然人口只有將近8萬人 但總共面積達到1449平方公尺 超過台北市五倍的大小 有歷史也有自然 所以每年吸引約600萬人拜訪 我們大約估個早上9點半左右到達日光 直接從車站坐巴士 或是走路前往我們的第一站 日光山神社廟與區域 如果剛剛沒有在東京或火車上吃早餐的話 我們可以吃寺廟附近的上島咖啡 這幾個世紀以來 日光的神社和廟宇一直被視為神聖之地 而這裡與德川幕府時期的歷史 具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日光山裡面 的幾個重要國寶以及文化財吧 其中最有名的日光董照宮 為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的靈廟 始建於元和三年 現在所看到的這些金幣輝煌的射電群 是寬有十一年九月 江湖幕府三代將軍 德川家光 利用一年五個月的時間 都由280萬人力所完成的 大家可以慢慢散步欣賞東照宮的公益 首先來看看國寶陽明門 號稱日本最美的門 門上五百多個雕刻建築 在陽明門周邊散步 欣賞國寶回廊 然後欣賞另外一個國寶堂門 不要忘記看一下包寶最愛的睡貓 由知名雕刻家佐聖武郎所製作 除了國寶建築以外 東照宮境內還有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認真看的話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呢 我們現在來介紹世界遺產中的另外一個國寶 倫王寺太幽瑩 這裡是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公的墓所 這裡的國寶建築是拜殿 巷之間 本殿 跟東照宮一樣 也是採用全線造的建築方式 與本殿跟拜殿兩建築間 以十間連接起來 與東照宮顏色稍稍不同 台幽影的顏色是以黑色、紅色、金色為主 台幽影的境內也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大家不能錯過喔 剛剛提到日光的惡社遺似 日光東照宮 日光山輪王寺 日光惡荒山神社 為世界遺產 我們就要此介紹一下日光的其他世界遺產吧 二荒山神社有1200年的歷史 是日光的信仰中心 也是求姻緣的知名之處 另外包伯覺得這個朋友神社的名字很可愛 對了 知名拍照景點神橋 也是二荒山神社的一部分 也是中央文化財 跟歐荒山神社一樣 倫王寺有1200年的歷史 藉由奈良時代的聖道上人所建 本堂為東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 十分氣派 離開日光山這個區域 現在時間大概是中午12點 也就是中餐的時候囉 中午來吃美美的明治館 建築本身為登入有型文化財的明治館 是日本留生機之父 美國貿易商FW Pong的別裝 所改建而成的洋食餐廳 也是Tabelogu的百名店 剛好位在日光的神社寺廟這一帶 所以可以當成一個吃中餐的好所在 最有名的餐點歐姆丹飯 吃起來非常的絲滑入口 在淋上花時間熬煮了法式醬汁 好吃 中餐結束之後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 我們來淺嘗日光的中餐四湖這一帶吧 搭乘45分鐘左右的巴士 來到了華岩瀑布 這個瀑布真的氣勢磅礡 我們搭乘墊覆梯來到了瀑布的底部 觀賞中餐四湖的湖水 從97公尺的峭壁高處傾瀉而下 觀賞我們華岩瀑布 我們搭乘10分鐘的巴士 來到中餐四湖的中餐四 這個寺廟是剛剛日光山那區的倫王寺 其中一個寺廟 是一個看湖的好區域 拜訪完寺廟現在時間大約3點半 我們在天色變暗之前在湖畔三個步吧 中餐四湖畔總長約2個月 最大水深為163公尺 是兩萬多年前南體山火山融為噴發所形成的燕色湖 明治時期這招號初期 是許多外國外交官的避暑勝地 現在也成為日本人以及國際觀光客的避訪景點 如果時間允許 我們可以參觀英國大使館別墅紀念公園 建築物是對明治維新帶來重大影響的 英國外交官薩道義的個人別墅 建於明治29年 現在開放一般民眾參觀 除了建築物本身很漂亮以外 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欣賞中餐四湖畔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5點 這一區的設施也都慢慢結束營業了 我們的行程也要告一個段落囉 搭乘巴士回到日光車站附近 在附近走走秘食吧 鮑伯園吃的晚餐是日光車站經典旅館的吃到寶 今天一整天走了那麼多路 就用吃到寶來犒賞一下自己吧 我們的日光與日遊也結束囉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伊豆這個地名 這裡是東京居民週末很喜歡自家遊的地方 伊豆半島本身的面積有1400平方公里 大概有5個台北市 或是東京23區兩倍多的大小 可以觀賞的自然人文景觀真的很多 如同熱海一樣 也有很多很棒的溫泉旅館 通常要兩天一夜遊才可以玩得透徹 但沒有時間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一日遊的方式 玩遍伊豆的幾個知名景點 我們到達第一個景點 伊豆之國全景公園 大概是上午9點左右 名字叫全景公園 大家就知道景色會很美了吧 那事實上也是 我們從三角搭乘全長1.8公里的纜車 海拔往上升452公尺 到了山頂可以全景享受伊豆的美景 雖然拍攝當年是晴天 但很可惜拍攝起來還是有霧霧的 否則搭配富士山欣賞伊豆的景色 應該會更有看頭 我們在山頂上的商店 吃一些東西在早餐吧 鮑勃來訪的時候天氣很熱 點個咖啡雙淇淋 邊吃邊看景 悠閒一下真的很不賴 現在時間大概10點半 我們搭乘纜車下山後 回到停車場開車 大概20分鐘的車程我們來到修善寺溫泉 這裡是伊豆半島歷史最古老的溫泉 也是日本百名湯之一 這裡的景色伊山傍水 是夏木、樹石等等的文人默客 喜歡拜訪的景點 也有很多溫泉飯店 這區也是鮑勃喜歡的日劇 約定的灰姑娘的取景地點 突然大家可以在這邊花個一個小時 沿著河畔散步 經過浪漫的桂橋之後 往竹林小徑走過去 雖然人不在京都 但是卻很有藍山的氣氛 最後再走到有1000多年歷史的修善寺 離開修善寺溫泉 現在大概12點 我們開車約25分鐘 來到近年瀑布 這個瀑布是日本瀑布白選之一 花點時間從停車場走20分鐘的自然步道 就可以看到瀑布了 由於這裡位於深山中 而且有瀑布跟河流的緣故 讓這裡夏天氣溫最高溫不超過16度 十分的適合避暑 然後也很適合藉末的生長 那瀑布本身高25公尺 寬7公尺 近看非常的壯觀而且清涼 另外這裡也有天成國際尊釣場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 邊釣魚邊看瀑布的樂趣喔 也可以順便在他們的茶屋吃個中餐 離開瀑布現在時間大概下午2點 我們這次直接開一個小時左右的車 來到了夏田市 夏田市位於伊豆的南部 是一個集結溫泉、海灘、還有歷史的小城市 那鮑布就是著重在他的歷史風情 1853年 美國黑船來航 造成了江戶幕府松綁鎖國政策 Perry Road就是當時美國海軍準將 馬修培里所走的路 一路上有許多具有歷史風情的建築 很適合拍拍照 那這條路上也有很多可愛的咖啡店 鮑布來到大正時期建造 已經超過100年歷史的古名家咖啡店 草畫房來喝杯茶 吃個下午茶補充一下體力 看看優美的河畔景色 現在時間大概4點半 我們趕天色變暗之前去拜訪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對了,如果覺得行程有點太趕的話 可以在規劃行程的時候挑掉一兩個不喜歡的行程 畢竟出去玩還是玩得開心最重要 我們開車一個小時左右 來到成之起海岸 取材的時候天色有點暗了 還請大家多多見諒 這裡是4000年前左右 大獅山火山噴發流出的岩漿 所創造出來的獨特地形 熔岩峭壁加上大海的景色真的很棒 因為長48公尺的吊橋也是這裡的特色 往下看223公尺就有海波浪 有點巨高震的人走起來應該會真的會怕怕的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也在沉寂起海岸中結束囉 製富市位於崎玉縣的西部 人口雖然只有6萬人 但面積達578平方公里 大概是台北市的兩倍大 是一個富含自然以及歷史景觀的城市 也是東陰近郊可以看到雪的地方 本支影片我就來帶大家看冰柱 看雪中神社的冬季致富一日遊吧 大約早上8點抵達池袋車站 可以先吃完早餐或是買個早餐在火車上吃 我們搭乘2019台Debut的LaVue特地電車 這台電車的特色是超大的玻璃 可以無遮蔽的看到窗外景色 搭配寬廣且舒服的座位 大概一個半小時我們來到西武致富站 從西武致富站轉成巴士不到一個小時 我們來到致富三大冰柱之一的30槌冰柱 這裡分成兩個區域 第一區是天然形成的冰柱區 從岩壁流出來的水結冰之後 形成此機關 寬度約30公尺 高10公尺 往上游走的第二區是人工冰柱區 就是在岩壁上面倒水形成的冰柱 寬度55公尺 高25公尺 真的滿壯闊的 如果大家有開車的話 可以來看看夜間的冰柱燈光秀喔 據說真的很美 離開30槌冰柱 我們繼續搭巴士往下走 來到標高1100公尺的三豐神社 三豐神社名稱的由來是1900年前左右 日本的第12代天皇錦形天皇 在東國巡席的時候 在此地看到雲曲山、白岩山、廟法越 這三座高山後取了名字 巴士到達車站先在商店街買點小東西吃 包伯姐的味噌烤糰子跟馬鈴薯 熱熱的超好吃 就邊看白雪邊吃吧 接下來我們就進到三豐神社的境內 先看到了罕見的米茲托梨 就是三個鳥居合在一起的一種鳥居樣式 往下走來到奧宮搖拜殿 在這裡可以看到超美的山景 然後經過江戶時期建立的隨身門 紅色的門配上雪景 讓顏色看起來更鮮豔 接著走過正餐道 還有青銅鳥居 我們來到拜殿 拜殿色彩非常的鮮豔 兩旁也有超過八百年歷史的神木 是關東非常有名的Power Spot 在這裡大概待個兩個小時左右 我們乘坐巴士回到西武製服後 轉成西武鐵道 大約二十分鐘我們來到場景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四點半左右 我們在周遭吃點東西吧 阿左梅冷藏的寶登山道店 夏天跟冬天總是很多人 家店使用的冰是致富深山中的天然冰 所以口感綿密且細緻 搭配無食品添加物的自製沾醬 我們點了火雞恰爆冰 跟草莓哈密瓜爆冰真的很好吃 另外利用天然冰所製作的水羊羹甜而不膩 如果覺得爆冰太冷的話 吃個水羊羹也不錯 想吃點鹹的東西可以試試 Nagatoro eggare 鬆軟的可麗餅包住多汁的熱狗 燙燙的很好吃 在天黑之前 我們可以在常境知名的岩碟散步看看風景 搭乘致富鐵道在熊谷 轉搭高級線回到了東京車站 今天冷了一整天 應該想吃個暖暖的晚餐回復一下體力吧 來吃車站美食街的烏龍麵百名店 玉丁本店 味噌無能麵聽說跟米古屋當地的風味很像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他們的關東煮 如何恰到好處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及加入會員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委員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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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